有一个老和尚写了四道算数题 二加二等于四 四加四等于八 八加八等于十六 九加九等于十九 徒弟们纷纷说道 师父 你算错了一道题 老和尚说 是的 大家看得很清楚 这道题我算错了 可是我前面算对了三道题 为什么没有人夸奖我 而只是看到我算错的那一道题呢 我们做人也是这样 别人对自己好一百次 只要有一次对你不顺心 你就会把过去对别人对你好一百次 全部都可以忘记 所以这就是一百减一等于零的人性的道理 做人要学会多记别人的好 少记别人的仇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否定了一个人的品行 谁都有不足和缺点 谁都会自私和犯错 所以在家庭生活当中 在与人接触当中 我们要多多看到别人的优点 少去想到别人的缺点 这样社会就会和睦 家庭就会和谐 世界才能和平啊 常常能够记住别人的好 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生活 你会得到慈悲 其实人生的一切 基础虚妄 学博人要懂得 我们彼此都有缺点 所以要包容一点 我们都有优点 所以彼此要学会欣赏对方一点 我们都有个性 所以彼此要谦让一点 我们都有观点 所以彼此要相互接纳一点 我们都有悲伤 所以彼此要多多的安慰对方一点 我们都有快乐 所以我们彼此都应该分享给别人一点 上辈子的缘分 让我们生活在一起 彼此珍惜吧 前世的缘分 今世的相识 请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位家人朋友 不要让自己总是后悔在失去的痛苦当中 难得是糊涂 其实这个难得是糊涂 是真正的什么含义呢 因为难得是糊涂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境界在提高 因为与世不争 你就变成难得糊涂 自身的精进 与世不争 收敛自己的光芒 所以传统文化说 欲为大树 墨于草争啊 也就是你今天要成为一棵大树 你为什么还要去跟那些杂草去争啊 感谢观看